嗨,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因為最近有蠻多朋友問我說 我這套衣服是從哪裡買的? 那買的時候有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所以我今天拍了這個影片來告訴大家 那我是在泰國的一個網站上面訂做的 它叫做RPC STUDIO 那他們網站上面有各種款式的蜘蛛人套裝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Google看看 那我也會把他們網址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上面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他們家來訂購? 做這一套衣服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製作出來的蜘蛛裝呢 都非常的高水準 而且我看了很多國外的Youtuber 或者是COSER也都是穿他們家的衣服 這不是業配也不是工商 因為我完全沒有收任何錢 再來就告訴大家說 訂做的時候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那我現在就由腳步開始由下網上介紹 那我先從鞋子的部分開始介紹 套裝的底部呢會有一雙功夫鞋 所以你在訂做的時候呢要知道自己鞋子的尺寸 那功夫鞋的好處呢就是他非常的好活動 你就算穿著想要跳舞或者是表演特技呢 都非常的方便 再來我要介紹拉鍊的部分 一般緊身衣的拉鍊呢都會做這樣子直線式的 那蜘蛛衣的話 因為他後面有一隻蜘蛛的mark 那做直線式的話比較容易會去破壞到他的圖案 所以他是蠻適合做這種U型的 所以U型的呢他的拉鍊頭是這邊呢 他是往側面這邊過來的 比較不容易被看到有一條拉鍊在你的背後 再來我要介紹印刷的部分 你會發現他們網站上面有250美金到500美金不等的 價位的衣服 那他們的差別呢就在於印刷的部分 最大的差別呢就在於3D印刷 所謂3D印刷就是這些蜘蛛妝上面的黑線呢 它會是立體的 如果呢你們有看過電影版的蜘蛛人的話 就會懂我說的3D印刷是差在哪裡 再來我要講可以額外追加的部分 是不用錢的 所謂額外追加呢就是可以定制你是不是有需要拉鍊的 有拉鍊的話呢你上廁所當然是會比較方便的 像我這一套蜘蛛妝呢是沒有訂做拉鍊的 所以上廁所我就是必須要把上半身全部脫下來才有辦法上廁所 那如果你有訂製拉鍊的話呢 RPC STUDIO他們會在你的胯下兩邊 會做兩條隱形的拉鍊 那那兩條隱形拉鍊呢 會讓你看起來像是褲管的縫線 所以不會讓人家一眼就看到說 那邊是一條拉鍊在那裡 因為我有看過有別家廠商呢 他們的拉鍊是坐在正中間的 就很明顯中間就有一條拉鍊了 我覺得這還蠻尷尬的 所以我覺得RPC STUDIO呢 他們的隱形拉鍊設計得非常好 再來最後呢要來介紹面罩的部分 那買面罩的時候呢不要忘記也要買這個Face Shell Face Shell是幹什麼的呢 它就是放在面罩裡的 那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Face Shell呢 你扮蜘蛛人的時候 你的臉型才會是好看的 Face Shell之後呢 你戴上去你的頭型會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沒有Face Shell的話呢 那因為這個面罩是緊身的 那你的鼻子嘴唇呢 就會很不貼 那其實畫面上會比較不好看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是第一次買的話 可以買一個Face Shell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這支影片能幫助到你呢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掰掰